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看这个活好不好干 这个是粉丝的求助 家里的灯出现了奇怪的现象 所有的灯都正常亮 但是关掉灯之后 家里的灯带就会是这种情况 微亮 这种情况是不是开关控零了呢 那就去楼上的控制柜看一下 这俩大长腿走那么快 师父跟不上啊 有减修口 我拿这个主意 这不是那个老板的电米吗 全是我们的 然后这个也是咱的 灯带驱动的减修口在这 打开减修口 这上面有一个插座 这个插座和灯是一路线 他们说他们测的零线带电 地线带电 带电十多幅 是怀疑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不一定是零线带 零线不一定带 看这个电是我 是感应电 这十几幅是感应电 是我身上的电 是这块有磁场 磁场的电 这里面是个 灯带的环境 想怎么解决 晚上这个灯带亮 灯带时钟亮 这个零线带电就不用管 这个零线带电就不用管 那天 他来试了 他说是缺地线 他把这个线就接着 龙骨砂的铁丝上 接完以后灯带更亮 他接完以后发现 就说咱们茶叭 那个灯带更亮 就很奇怪 他这个 零线带电什么人 他不是零线 他不是零线带电 像这种情况 零线不带电 地线也不带电 这里也不带电 它是这一块有感应电 对我身体放电 对我的手放电 我的手 它直接形成一个电压 磁场 电磁场 从插座接触这几个驱动 是灯带的 是可以自控的 可以手机控制的 他们也怀疑 是控制器不好 导致的灯微亮 换了新的控制器 灯还是微亮 关键是 它不是一个灯带微亮 所有的灯带都微亮 那您说是什么问题呢 另外可以看出来 它这个驱动上 是有地线的 测量地线是带电压的 这应该是个感应电 那这个灯带的微亮 和地线不接有关系吗 他们说刚才看那个灯带 如果接上地线 它就会更亮 但是这个地线 到底能不能接呢 我想接一下试试 还有就是这些地线 你不接 它上面带电是正常的 它正常会有一个电压 这个电叫感应电 应该是对地放掉的 但是他们说 这个驱动 如果把地线接地以后 那个灯带不但微亮 而且会更亮 那就把驱动 做一个接地试试 就是把这几个驱动 都给它接上地线 但是这个灯带 奇怪的现象又来了 关灯关不了 就是关掉所有的灯 其他的所有灯都不亮 就这一个灯带还在亮 就它亮 还关不了 还控制不了 所以说不接地线 它微亮 接上地线 它长亮 另外我还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这个地线 它没有电压 而其他的地线 你看 在地线不接地的情况下 能测出100V左右的电压 就这种情况 您说是谁正常 谁不正常呢 还有这个地线一接地 下面那个灯带就亮 这种情况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接着查原因 下面就测电压 看一下地线不接地的情况下 与灵线之间的电压 它是有电压的几十V 再看这一个 这个接地和灵线之间 表正没动 与火线之间呢 200V多一点 不到220 然后再导一下表比 再测 这个地线 与火线之间的电压 250 比刚才高 为什么说两个表比倒一下 它测出的电压都不一样呢 再看一下 倒一下表比这个电压就低 200V多一点 这是有原因的 所以说这一个 是我判断这个问题的重要依据 看 250 嗨 夏天老师 看见250了吗 啊 往哪看呢 让你看250 下面看我继续找原因 灯带有问题吗 拆了以后 看一下 它应该没接着线 这三根线是接灯带的 我给它剪断 先剪断一根 然后用电笔测量地线 还是有个14V的电 这不正常 再剪一根 剪这个绿色的线 然后再测 好了 出来了 有了 它这根线有电压才是正常的 没电压是不正常的 把最后一根也剪了 三根全剪了 这个时候再测看电压 100多V 那它这个电压比别的驱动高啊 看一下别的驱动电压 才90多V 那我把旁边这个驱动的输出线也剪断 三根线全剪 剪断负载 以后再测 看一下 也100多V 它们俩差不多 这是 我认为这是正常的 所以我认为它这个负载是有问题的 灯带是有问题的 是不是接地了呢 万一表对地侧 我打档了 打城市开档 三根线 看 表人100到头啊 这个绿线是接地的 是漏电的 打到城一档车通断于地 是通的 这个绿线是接地的 是短路的 与地是连在一起的 驱动的输出负载 直流 接地 会导致这个驱动 它外壳 感应垫 会顺着 怎么说呢 这个 就是这个感应垫 通过灯带 然后灯带又接地 与地之间形成一个回路 让灯带微亮 或者是长亮 再看一下这个灯带 我拆开这个灯带 它与地之间是没问题的 看 它不漏电 它就是不应该漏电 这样 嗯 这样正常接完地以后 它外壳是不带电的 这个 这个已经接地了 不敢接了 接了那个灯都关不了 关不了 行了 回路了 不接 我把这两个给你做接地了 他也不做接地了 再换外壳都在键 所以人家换驱动是没用的 对 跟驱动没关系 再换驱动也是没用的 我把漏电这个灯带做了一个标记 然后他们做灯带的时候会过来检修 这个灯带可以把壳拆下来看一眼 看 它是微亮的状态 接地的地方 很可能是某一个焊点和铝合金外壳 连在了一起 这个我就不拆了 我怕拆了再装不上 就是焊点接地了 让他们来弄吧 这个不是什么问题了 知道了 对对 知道原因就好 OK 因为现在他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 他们做起来更专业 对 他们弄完优着 他整个原因 他就 视频为证了 你们俩都干活了 是的 你看要不是我给你扶着 你能装装 我都扶着 好 行行 明明我们干不了这个活 我们都够不着 对 除了那些灯带 另外他卧室的这些灯带 也出现了微亮 在这个地方有灯带 晚上也微亮 塔的驱动也是自控的 就是可以用手机来控制的 在这个除的里面 脱开这个除的板 就可以看到 这里边也是一个自控的驱动 很明显这个驱动也是没做接地 于是乎 我把地线给它接根线 它这个位置有个空调内积 空调内积的外壳是接地的 灭了 不亮了是吧 对 接地就不亮了 接地就不亮了是吧 对对对 也就是说驱动上的感应电 只要对地线放掉 然后灯带就不微亮了 就这个原因 现在好了 现在好了 现在没有了 神医啊 神医 太不容易了 因为就好几多人来 都想不理 我觉得我也行了 下次 你也行了 下次留个电话 我自己都不来修 需要我们同款工具的师傅 可以点左下角出窗 好了 这样我们就暂时完成了这个故障的检修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 感谢您的观看 打赏支持明镜与达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